晚上好 负责就负责咯 谁怕谁 好像我们每个人 在不安事事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对自己和别人 都特别坦诚 喜欢就是喜欢 只对自己 有所偏爱的人 拥有耐心 当时天天缠着聊天的人 一定都是喜欢极乐 可以从草到晚 不知疲倦 更不怕对方厌烦 如果一个人 经常找自己聊天 对自己说很温暖的话 就会想着 他是不是喜欢我呀 因为自己 好像没有办法 对不喜欢的人热情 换位思考之下 就觉得经常聊天 就会是喜欢了 可是 人和人 又怎么会一样呢 尤其 对待感情的时候 我们都是不同的 而且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 我们知道 聊天的意义 变得多远了 他可能是喜欢 可能是排遣寂寞 可能是暧昧 还可能是约炮 所以 在看清之前 别错把暧昧 当深情 我不愿意 用恶意去揣度别人 只是在这个 光过路里的世界里 就是会有那么多的人 步步为营 他们主动 又没定性 他们可以为了一个游戏 不眠不休 打通关后 他们又可以毫不犹豫地 卸载掉游戏 只把通关的战绩 高高挂气 他们 喜欢把聊美当游戏 把聊天 当做通关的筹码 最后 玩游戏的人赢了 被玩弄的人 却哭了 如果 一个人喜欢你 会想和你聊天 自然 也会想办法 融进你的世界 为你做很多事情 爱不爱 不是靠嘴巴说的 而是要看行动的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被一个人 确切地爱着 也真心实意地 去爱着别人 因为 爱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好的东西 但愿 我们都别辜负它